用山豬皮製作成的頭飾 還有大小顆獠牙排成圓形裝飾 這是中排灣族頭飾特色 述說著排灣族家族及族人的歷史文化故事 這是一條山豬就是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六雞個 大概就是有六雞條的山豬 那這些牙齒就是獠牙 我們山豬的獠牙 那過去來講的話 這個是我們一個勇士的一個表示 它的戰利品 除了排灣族頭飾 還有鑲者貝殼 風有羽毛的喇嚕族等十六族群頭飾 這是國立台灣博物館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十二號舉辦傳統貿試重置合作計畫 啟動儀式 即文化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要讓一大館帶一小館模式 改變為兩大館帶多小館 也透過合作方式 將過去文物返鄉 擴大為文物再生重置 聯合策展 而首播合作主題 則以原住民各族貌視為主 這樣的做法可能又在傳統的文物迴鄉之外 又能夠重新的透過這個重新製作的方式 讓各地的文物館重新將它的傳統的文化再制 並且透過博物館的方式把它展示出來 我們希望將來讓這些文物能夠重新再制 那最重要是我們要借助這樣的一個這個系列的一個活動 把實實在在一些東西讓我們的地方的文物館更能夠活絡起來 之後希望我們部落的族群我們的同胞更多人來認識自己的文物了 兩個單位合作策展模式不僅是創舉也是文化扎根工程 除了邀請部落齊老進入博物館庫房檢視及挑選展品 也能將典藏文物援建介展到地方文化館 並交由部落主導展示內容規劃與展品詮釋 透過跟原住民族共同合作 讓原住民族文化能被傳承 也能被更多人看見 這次我們在錄錄台北市採訪不到